万维读者网博主思卢 日前发表题为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失分析的评论文章 文章从九个方面分析了 中国及中华民族在朝鲜战争中的利益得失 文章认为 朝鲜战争从中华民族的利益来说 必多利少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方生命伤亡情况 据中国方面的统计 大约有20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 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 阵亡约17万人 扣除多次负伤人次 负伤22万人和继伤亡39万人 而外界估计 志愿军的阵亡人数在20到50万人之间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军阵亡是 33,686人 非战斗牺牲2830人 一共是36,516人 其次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损失 中国1951年军费52.6亿元 占总支出的43% 而建设费只占28.7% 1952年军费占32.9% 1953年军费占34.2% 但绝对数都大于1951年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花费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100亿美元 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 这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其直接后果就是 推迟了中国内战之后的经济恢复建设 人民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 在中共建政后的30年 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证供应 始作俑者就是朝鲜战争 苏联怂朝鲜挑起这战争 战争打起来以后 苏联却躲在后面 只出武器 中国人出命 而且武器也不是白送 斯大林把二战时 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军火卖给中国 不仅让中国人赔出生命 还要在中国人身上赚钱 战后中国欠下苏俄军费达20亿美元 中国还债一直还到60年代 在上一个庚子年 及60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当至少3000多万中国人因饥饿而死亡之时 中共政府还在用粮食 猪肉 鸡蛋等食品 还为苏联打仗欠下的债 第三 战略格局的改变 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 东亚的战略格局 朝鲜因为战争而牺牲惨重 南北至今分离对质 北韩得到中俄保护 杨虎成患成为亚洲头一号流氓国家 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 至今还在不断地给世界制造麻烦 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 台湾问题长期遗留 成为大陆的心腹之患 战前 美国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 没有军队 美国准备对台湾撒手不管 朝鲜战争时 美国认识到中共有输出革命的危险 从此积极卷入台湾防御 并形成了美国全球战略思想中 对台湾单系责任的思路 朝鲜战争把美国从盟国变成了头号敌国 导致中美继续20多年的对立 中国最大的损失就是 日本因为战争订货而迅速繁荣 重新崛起 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 中国从此在亚洲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影响下落后于日本 第四 朝鲜战争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 朝鲜战争爆发前 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大陆的趋向 特别是中国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 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 以致美国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 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 美国准备放弃台湾 中共出兵朝鲜后 联合国即以44票对7票通过了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提案 从此 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 5月18日 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的决议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 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 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 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卫星国贸易额的比重 从1950年的32.4%升升到50年代末的70%以上 过分以中苏联导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后 中国的经济发展蒙受了重大损失 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 中国人民始终生活在商品短缺之中 和苏联闹翻之后 只能以自力更生自卫形成了中国长期以来夜郎自打闭关锁国的政策 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30年 中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太大 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不仅在经济上中国大陆受到封锁 由于联合国决议的谴责 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形象是侵略者和麻烦制造者 政治上受到孤立被西方排除在世界之外 孤立导致了中国大陆在政治和外交上都导向苏联 在国际政治中没有独立性 以苏联的观点为观点 事实上变成了苏联的附属国 为了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中共极力争取中小国家 在外交上 在领土争端上 为了得到政治承认 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为了打破所谓朝鲜战争以后 形成的所谓反华包围圈 中共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 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 割让领土向周边国家示好 以打消周边国家的敌意或者疑虑 为了摆脱孤立 中共创立了和平共处五相原则 为了和平共处做了不少牺牲 由于当时的印度政府 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取偏袒态度 中共以政治第一 领土第二的原则 默认了印度在1951年以后 侵占中国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即使在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夺回被印度占领的土地之后 为了向世界证明不是侵略者 争取支持 中共以蠢猪四的朱相公的人意 主动后撤 永远失去了夺回这些领土的机会 1960年的中缅边境条约 是中国与邻国地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中国在边界划分问题上承认了 英国强加于中国的边界 承认了英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割让给缅甸相当于两个台湾的江新坡和南侃 中共的做法的指导思想 是为了党国的政治利益 主权是可以出卖的 据一位网友透露 他的祖父50年代任大陆外交部副部长时 一手主导中缅边界谈判 谈判结果是 缅甸可以基本接受清缅划分的边界 但最后周恩来要求雇权大局 来争取缅甸将来对中共的政治背书 说明中共为了得到政治承认 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在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 中国大陆在世界上更加孤立 只好创造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极力拉拢亚非拉中小国家 当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时 中共却以中国人民的血汗 无稀无常地支援这些 有奶就是娘的亚非拉中小国 以换取政治支持 1967至1970 中国年均外援额为20亿元人民币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 1970年 外援额猛增到53.68亿元人民币 其中无偿援助为23.34亿人民币 这一年对外援助的突然增加 是因为毛泽东独断专行 在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会谈中 突然心血来潮 非常慷慨地表示 要对巴基斯坦进行巨额援助 本来亚海亚来华之前 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同交了底 能争取到2-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就非常满意了 没想到毛泽东对他说 中国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 对外经济援助额度安排的太少了 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不够 要从原定的3亿元增加到5亿元 1971年对外承担援助额达到了69.77亿元人民币 占中国财政支出的6% 1970至1974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为美国对非援助的49% 这么大的外援规模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水平 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建设 也使受援国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 到后来不给援助就反目成仇 这种做法正像慈禧太后所说的 量中华之物力 劫与国之宽心 朝鲜战争还使中国周边的国家 对中国的革命输出存有戒心 这也导致了东南亚联盟的成立 第五 关于朝鲜战争鼓舞民族精神的问题 这或许是愤青和小粉红最重视的了 看上去这场战争显示了 中国敢于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叫板的名声 鼓舞了中国人的所谓民族精神 有许多海外中国人对中共并无好感 但提到朝鲜战争 觉得还是中共做了一件为中国人长脸的事 认为这是中国军队在近代实力 第一次能对抗世界头号强国 稍稍在精神上安慰了我们的强国梦 其实 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中共的宣传 中共向中国人民隐瞒了朝鲜战争的真相 如果中国人民知道真实的朝鲜战争起因 真实的战争过程和结局 真实的中美伤亡数字 大多数中国俘虏自愿背弃中共 选择台湾的事实 恐怕就不那么以此为骄傲了 本机本宣称 朝鲜战争显示了中国的力量 换来了至今无他国敢入侵中国 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敢小看中国人 这是谎言 在朝鲜战争之中和之后 印度就侵占了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当于三个台湾 直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才被中国夺回 但立刻又主动放弃失去了这片领土 菲律宾和越南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的部分岛屿 苏联在文革时期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 只是由于美国的干涉才没有爆发战争 朝鲜战争后的几十年来 中苏边境 中印边境 中越边境 甚至中朝边境都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 缅甸 印尼 柬埔寨这样的中小国家 都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华人华侨 第六 抗美援朝的口号找到了一个头号的 美帝国主义大坏蛋 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以抗击外来侵略者为号召 中共进行了正反 三反无反等运动 苏清了国内的反对势力 震慑了摇摆观望的中间势力 从而稳定了中共的新生政权 但是 这一条主要是对中共政权的好处 而不是对中国人民的好处 第七 朝鲜战争好处或后果 或许是避免了台湾被大陆武力统一 如果50年代中共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两岸不知要有多少生命死于战争 而死的都是中国人 中共统一台湾以后 无心腹之患会更加肆无忌惮 以专制铁腕镇压异件人士 压制人民 台湾人民也要经历更加暴虐的土改 正反 三反无反 反右 饥荒 刺青 文革等等 台湾2000万人民也会经历长达50年的痛苦和浩劫 没有台湾后来的发展作为参照对比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会延迟很多年 也不会有台商对大陆的经济发展带来资金 中国的发展进步肯定远不如今天 这或许算是朝鲜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外收获 第八 自朝鲜战争以来 支援世界革命反美斗争成了中共国际政治和外交路线的主线 中共搞世界革命成了惯性 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 援助朝鲜 越南 古巴 巴基斯坦 柬埔寨红色高棉 蒙古 阿尔巴尼亚 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 这些思路都是朝鲜战争开的头 埋下的伏笔 好将世界革命成了中国人的义务 毛批是对越南援助 要多少给多少 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我们是一家子 要人给人 要物给物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76年访华邓小平告诉李光耀 中国对越南援助了200亿美元 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 为了圆越 即使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铁路运输停顿 但是中国依然保证源源不断地向越南输送各种军系物资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 现中共习一尊当年的老板耿彪透露 1964至1970年 中国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 1962年 阿尔巴尼亚要求中国援助粮食 当时缺粮食的中国正从加拿大进口小麦 几艘再满小麦的中国轮船 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 立即改变航向 掉头驶向阿国的港口 卸下全部小麦 这时的中国正发生大规模的饥荒 大批的中国百姓正在饿死 斯大林死后 毛泽东触发了内心深处渴望充当共产阵营新霸主的欲望 文革中国庆五一报纸上总是登了一大串 来朝见世界革命领袖的名单 当然他们不是白来的 兜里兜装着要钱要东西的清单 第九 朝鲜战争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 战争中毛唯一的健康太子毛岸英死了 看看毛晚年时江青和毛远新的跋扈就知道 如果毛太子健在 今日中国很可能是今日朝鲜 在伟大的慈父般的领袖 毛岸英的阳光雨露下 过着幸福的生活 综上所述 朝鲜战争对中国民族利益来说 必多利少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 在美国国会为反对迈克阿瑟全面进攻中国的主张 而说的一句话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 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 错误的时间 同错误的敌人 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一句话常被中国报刊断章取义 张冠李戴的引用说成是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评价 其实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同错误的敌人 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实在是中国人应该发的感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